行政执行法 第一条 行政执行依本法之规定 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 本法所称行政执行 指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 行为或不行为义务之强制执行 及及时强制 第四条 第一项 行政执行由原处分机关 或该管行政机关为之 但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 预期不履行者 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所属行政执行处执行之 第二项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及其所属行政执行处之组织 另以法律定之 第五条 第一项 行政执行不得于夜间 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为之 但执行机关认为情况急迫 或征得医务人同意者 不在此限 第二项 日间 日间已开始执行者 得继续至夜间 第三项 执行人员于执行时 应对义务人出示 足以证明身份之文件 必要时得命 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 提出国民身份证 或其他文件 第六条 第一项 执行机关 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于必要时 请求其他机关协助之 第一款 需在管辖区域外执行者 第二款 无适当之执行人员者 第三款 执行时有遭遇 抗拒之余者 第四款 执行目的 有难于实现之余者 第五款 执行事项 涉及其他机关者 第二项 被请求协助机关 非有正当理由 不得拒绝 其不能协助者 应付理由 及时通知请求机关 第三项 被请求协助机关 应协助执行所支出之费用 由请求机关负担之 第七条 执行期间之限制 第一项 行政执行自处分裁定确定之日 或其他依法令 附有义务经通知 限期履行之文书 锁定期间 戒满之日起 五年内未经执行者 不再执行 其余五年期间 戒满前 已开始执行者 能得继续执行 但至五年期间 戒满之日起 已欲五年 尚未执行终结者 不得再执行 第二项 前项规定 法律有特别规定者 不适用之 第三项 第一项 所称已开始执行 如已移送执行机关者 细止下列情形之一 第一款 通知医务人到场 或自动清缴应纳金额 报告其财产状况 或为其他必要之陈述 第二款 已开始调查程序 第四项 第三项规定 于本法中华民国 九十六年三月五号 修正之条文施行前 移送执行 尚未终结之案件 亦适用之 第八条 第一项 行政执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执行机关 因依职权或因义务人 利害关系人之申请 终止执行 第一款 义务已全部履行 或执行完毕者 第二款 行政处分或裁定经撤销 或变更确定者 第三款 义务之履行 经证明为不可能者 第二项 行政处分或裁定 经部分撤销 或变更确定者 执行机关 应就原处分 或原裁定 经撤销 或变更部分 终止执行 第九条 对执行行为 声明意义 第一项 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 对于执行命令 方法 应遵守之程序 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势 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 向执行机关声明意义 第二项 前向声明意义 执行机关任其有理由者 应即停止执行 并撤销或更正 以为之执行行为 任其无理由者 应于十日内 加据意见 送直接上级主管机关 于三十日内决定之 第三项 行政执行 除法律令有规定外 不应声明意义 而停止执行 但执行机关 应必要情形 得依执权 或申请停止之 第十一条 第一项 义务人依法令 或本法令 之行政处分 或法院之裁定 附有公法上 金钱给付义务 有下列情形之一 预期不履行 经主管机关 移送者 由行政执行处 就义务人之财产执行之 第一款 其处分文书或裁定书 定有履行期间 或有法定履行期间者 第二款 其处分文书或裁定书 未定履行期间 经以书面 经以书面 限期 催告 履行者 第三款 依法令 附有义务 经以书面 通知 限期 履行者 第二项 法院 依法律 规定 就 公法上 金钱 给付义务 为 假扣押 假处分之 裁定 经主管 机关 移送者 一同 第十三条 第一项 移送机关 于移送行政执行处 执行时 应减负下列文件 第一款 移送书 第二款 处分文书 裁定书 或 义务人 依法令 附有义务之 证明文件 第三款 义务人 之 财产 目录 但 移送机关 不知悉 义务人 之财产者 免于 减负 第四款 义务人 经限期 旅行 而预期 仍不 旅行之 证明文件 第五款 其他 相关文件 第二项 前项 第一款 移送书 应 载明 义务人 之 姓名 年龄 性别 职业 住居所 如系 如系法人 或其他设有管理人 或代表人之团体 其名称 事务所 或营业所 及管理人 或代表人之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住居所 义务发生之原因 及日期 应纳金额 第十六条 执行人员 于查封前 发建 义务人 之财产 业经 其他机关 查封者 不得再行 查封 行政执行处 以 查封之财产 其他机关 不得再行 查封 第十七条 第一项 义务人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行政执行处 得命其提供 相当担保 限其履行 并得限制其住居 第一款 显有 履行义务之可能 故不履行 第二款 显有逃逆之余 第三款 就因 供强制执行之财产 有隐匿 或处分之情势 第四款 与调查执行 标的务时 对于执行人员 拒绝陈述 第五款 经命其报告 财产状况 不为报告 或为虚伪之报告 第六款 经合法通知 无正当理由 而不到场 第二项 前项 医务人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不得限制住居 第一款 自欠金额 合计 未达新台币 十万元 但义务人 已出境达两次者 不在此限 第二款 已按其法定 应计份 缴纳遗产税款 罚还 及加征之 质纳金 利息 但其继承 所得 遗产 超过 法定 应计份 而未按 所得 遗产 比例 缴纳者 不在此限 第三项 义务人 经行政执行处 依第一项 规定 命其提供相当担保 限其履行 借其不履行 亦未提供相当担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有强制其到场之必要者 行政执行处 得申请法院裁定居提之 第一款 嫌有逃亡 嫌有逃逆之余 第二款 经合法通知 无正当理由 而不到场 第四项 法院对于前项申请 应于五日内裁定 其情况急迫者 应及时裁定 第五项 义务人经居提到场 行政执行官 应及讯问其人有无错误 并应命义务人 据实报告其财产状况 或为其他必要调查 第六项 行政执行官 讯问义务人后 任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而有管收必要者 行政执行处 应至居提时起 二十四小时内 申请法院裁定管收之 第一款 嫌有履行义务之可能 故不履行 第二款 嫌有逃逆之余 第三款 就应供强制执行之财产 有隐匿或处分之情势 第四款 以发建之义务人财产不足 清偿其所付义务 与审着义务人整体收入 财产状况及工作能力 任由履行义务之可能 别无其他执行方法 而拒绝报告其财产状况 或为虚伪之报告 第七项 义务人经通知或自行到场 经行政执行官训问后 任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 而有申请管收必要者 行政执行处得将义务人 暂与留置 其讯问及暂与留置时间 合计不得欲24小时 第八项 居提管收之申请 应向行政执行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为之 第九项 法院受理管收之申请后 应急讯问 义务人并为裁定 必要时得通知行政执行处 指派执行人员到场为一定之陈述或补证 第十项 行政执行处或义务人不服法院关于居提管收之裁定者得于十日内提起抗告 其程序准用民事诉讼法有关抗告程序之规定 第十一项 抗告不停止居提或管收之执行 但准居提或管收之原裁定 经抗告法院裁定废弃者 其执行应急停止 并将被居提或管收人释放 第十二项 居提管收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准用强制执行法管收条例及刑事诉讼法 有关讯问居提积押之规定 第十七之一条 第一项 义务人为自然人 其致欠金额 合计达一定金额 以发现之财产 不足清藏其所付义务 且生活愉悦一般人通常程度者 行政执行处得依职权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 对其合发下列各款之禁止命令 并通知应与配合之第三人 第一款 禁止购买、租赁或使用一定金额以上之商品或服务 第二款 禁止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 第三款 禁止为特定之投资 第四款 禁止进入特定之高消费场所消费 第五款 禁止赠予或借贷他人一定金额以上之财物 第六款 禁止每月生活费用超过一定金额 第七款 其他必要之禁止命令 第二项 前项锁定一定金额由法务部定之 第三项 行政执行处依第一项规定核发禁止命令前 应以书面通知医务人到场陈述意见 医务人经合法通知 无正当理由而不到场者 行政执行处关于本条之调查及审核程序 不受影响 第四项 行政执行处于审核义务人之生活 有无愉悦一般人通常程度 而核发第一项之禁止命令时 应考量其自欠原因 自欠金额 清偿状况 移送机关之意见 利害关系人申请事由及其他情事为适当之决定 第五项 行政执行处与执行程序终结时 应解除第一项之禁止命令 并通知应配合之第三人 第六项 医务人无正当理由违反第一项之禁止命令者 行政执行处得限期命期清偿适当之金额 或命期报告一定期间之财产状况 收入及资金运用情形 医务人不为清偿 不为报告或为虚伪之报告者 视为其嫌有履行义务可能而故不履行 行政执行处得依前条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第一项 法院为居提之裁定后 应将居票交由行政执行处派执行员执行居提 第二项 居提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行政执行处应及释放义务人 第一款 义务已全部履行 第二款 义务人就义务之履行已提供相当担保 第三款 不符合申请管收之要件 第三项 法院为管收之裁定后 应将管收票交由行政执行处派执行员将被管收人送交管收所 法院核发管收票时 义务人不在场者 行政执行处得派执行员持管收票 强制义务人同行并送交管收所 第四项 管收期限 自管收之日起算 不得欲三个月 有管收新原因发生或停止管收原因消灭时 行政执行处 人得申请该管法院裁定再行管收 但以一致为限 第四项 不好意思 第五项 义务人所付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 不应管收而免除 第二十条 第一项 行政执行处应随时提询被管收人 每月不得少于三次 第二项 提询或送返被管收人时 应以书面通知管收所 第二十一条 义务人或其他依法得管收之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管收 其情形发生管收后者 行政执行处 应以书面通知管收所停止管收 第一款 应管收而其一家生计 有难以维持之余者 第二款 怀胎五月以上 或生产后两月未满者 第三款 陷离疾病 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疗者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行政执行处 应及以书面通知管收所 释放被管收人 第一款 义务已全部履行或执行完毕者 第二款 行政处分或裁定经撤销或变更确定 致不得继续执行者 第三款 管收期限借满者 第四款 义务人 就义务之旅行 以提供确实之担保者 第二十四条 关于义务人 具体管收 及应付义务之规定 于下列各款之人 亦适用之 第一款 义务人为未成年人 或受监护宣告之人者 其法定代理人 第二款 商号之经理人 或清算人 合伙之执行业务合伙人 第三款 非法人团体之代表人 或管理人 第四款 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负责人 第五款 义务人 死亡者 其继承人 遗产管理人 或遗嘱执行人 第二十七条 第一项 依法令或本于法令之行政处分 负有行为或不行为义务 经于处分书或另以书面限定相当期间履行 遗其能部履行者 由执行机关 遗间接强制或直接强制方法执行之 第二项 前项文书 因载明部一线履行时 将与强制执行之意志 第二十八条 第一项 前条所称之间接强制方法如下 第一款 带履行 第二款 带金 第二项 前条所称之直接强制方法如下 第一款 扣留 收取交付 解除占有 处置 使用 或限制使用动产 不动产 第二款 进入 封闭 拆除住宅 建筑物 或其他处所 第三款 收缴 注销证照 第四款 断绝营业所必须之自来水 电力 或其他能源 第五款 其他以实力 直接实现 与旅行义务 同一内容状态之方法 第二十九条 第一项 依法令 或本法令之行政处分 负有行为义务而不为 其行为 能由他人 代为旅行者 执行机关 得委托第三人 或指定人员 代旅行之 第二项 前项 代旅行之费用 由执行机关 估计其数额 命医务人缴纳 其缴纳数额与时之 不一致时 退还其余额 或追缴其差额 第三十条 第一项 依法令 或本于法令之行政处分 负有行为义务而不为 其行为不能由他人 代为旅行者 依其情节 轻重处新台币 五千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贷金 第二项 依法令或本于法令之行政处分 负有不行为义务而为之者 一同 第三十一条 第一项 经依前条规定处以代金 能不履行其义务者 执行机关 得连续处以代金 第二项 依前项规定 连续处以代金前 能因依第27条之规定 以书面限期旅行 但法律另有特别规定者 不再此限 第三十二条 经间接强制 不能达成执行目的 或因情况急迫 如不及时执行 显难达成执行目的时 执行机关得以 直接强制方法执行之 第三十六条 第一项 行政机关 为阻止犯罪 危害之发生 或避免紧急危险 而有及时处置之必要时 得为及时强制 第二项 及时强制方法如下 第一项 对于人之管束 第二款 对于物之扣留 使用 处置 或限制其使用 第三款 对于住宅 建筑物 或其他处所之进入 第四款 其他依法定职权 所为之必要处置 第三十七条 第一项 对于人之管束 以何于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限 第一款 疯狂或酗酒泥醉 非管束不能救其生命身体之危险 及预防他人生命身体之危险者 第二款 意图自杀 非管束不能救护其生命者 第三款 暴行或斗殴 非管束不能预防其伤害者 第四款 第四款 其他认为必须救护或有害公共安全之余 非管束不能救护或不能预防危害者 第二项 前项管束不得预24小时 第三十八条 危险物之扣留 第一项 军器 凶器 及其他危险物 为预防危害之必要 得扣留之 第二项 扣留之物 除以法因没收 没入 毁气 或因变价 发还者外 其扣留期间 不得预30日 但扣留之原因 未消灭时 得延长之 延长期间 不得预两个月 第三项 扣留之物 无继续扣留必要者 应及发还 于一年内 无人领取或无法发还者 其所有权归属国库 其应变价发还者一同 第41条 第一项 人民应执行机关 依法实施及时强制 至其生命 身体 或财产 遭受特别损失时 得请求补偿 但应可规则于 该人民之室友者 不再此限 第二项 前项 损失补偿 应以金钱为之 并以补偿实际所受之 特别损失为限 第三项 对于执行机关 所为损失补偿之决定 不服者 得依法提起 宿愿及行政诉讼 第四项 损失补偿 因于 因于 资有损失后 两年内 向执行机关 请求之 但 自损失 发生后 经五年者 不得为之 第四项